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超级大主部 作者浪高三尺三 由大斌为您播讲 崔文山此刻只觉着自己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那种恐惧来自于潜意识的恐惧 让他觉着浑身一抖 你是谁 就算崔文山是个傻子 也知道眼前这人肯定不是李湘然 尤其这人此刻眼神之中的平静 加上自己脖子上这把黑刀 冷冷的气息扑面而来 而且这家伙说话也不是个女人呢 李高楼已经不打算继续伪装了 他直接看着崔文山问 你为什么要假死 就为了躲在这儿 一句话 崔文山的表情一变 你到底是谁 他脑海之中快速闪过了很多可能的答案 但是最终没办法确定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现在只有一次机会 那就是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题 否则的话 你会变成一具尸体 门已经锁上了 因此李高楼完全堵定 这老头没办法逃走 自己啊 可以好好跟他聊聊 就好像小李同学内心诸多的疑问 在今天会有一个新的突破口 心里边用最快的时间 李高楼把自己啊 所知道关于崔文山的事情整个梳理了一遍 从那份被撕掉的卡尔古城考察报告开始 再到那把冥王钥匙 以及奇怪的羊皮书 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李高楼记得非常清楚 在档案袋里边的那封报告上 他看到过一个人的名字 何高安 按照当时他所看到的事情来看 崔文山应该是跟何高安认识 毕竟报告上写得清楚 当初他们是一起去往那座 叫做卡尔的古城 何高安在什么地方 抛出这个问题的时候 李高楼的刀猛然往前一递 这一下就滑破了崔文山的皮肤了 鲜血跟着就渗了出来 面对着死亡的威胁 再加上李高楼突然冒出来的这个问题 让崔文山浑身一冷 但是他却沉默了 他只是继续盯着李高楼 似乎想要从这层伪装下 看清楚他到底是个什么模样 你以为我不敢杀你啊 就威胁这种事 小李同学做过好多回了 但是崔文山对他实在太过关键 黑刀就放在这老头脖子上 他却表现得非常冷静 那种冷静就好像完全没把李高楼放在眼里 而是他自顾自想着自己的事呢 就在李高楼打算再次逼问 崔文山突然说了一句 你是李高楼 小李同学头皮一麻呀 他从头到尾都没见过崔文山 就算此刻伪装成李湘然 按道理来说 这老头绝不该喊出自己的名字 正是如此 他内心之中的惊恶也就可以理解了 既然确定了自己的猜测 崔文山反而冷静了下来 何先生三天前来过一个电话 他说你会在这出现 当时我并没相信 现在看来 他是对的 他的眼神之中 跟之前的东西完全不同了 那最重要的是 李高楼看到了他嘴角的一丝笑容 这种态度上的转变 让李高楼更是浑身一寒啊 这个时候的崔文山 怎么说也不应该有什么值得发笑的地方 然而事实上 这老家伙的确在笑 而且笑得非常开心 李高楼沉默了 他的心感觉跌入了谷底 猝不及防 没任何防备 就好像原本一切在自己的计划之中 可是现在突然发生了转变 崔文山呢 把头往前递了一下 你现在就可以杀了我 就好像确定了 对面这个人是李高楼之后 崔文山变了一个人 房间之中的气氛莫名的紧张 李高楼在犹豫 自己到底该不该动手 直接杀了崔文山 不过就这样杀了这老头 他是不怎么甘心的 因为自己想知道更多的事情 他想知道的 可都在他这儿呢 如果他死了 李高楼从生死簿上 没办法追寻的东西 也就再次断了线索 因此由于他的犹豫 让气氛僵持起来 崔文山冷冷一笑 哦对了 丁文还活着 李高楼眼神一变 这件事实际上 他是知道的 因为之前他在生死簿上 已经确定过 自己那位从来没谋过面的姑父 的确还活着 之所以没把这事告诉李祥然他们 李高楼也是不想让他们 开心得太早 因为毕竟 活着是活着 到底现在怎么样 谁都不知道 在没有真正的带着丁文从这儿离开之前 一切都是未知数啊 不过 我如果死了 你就永远见不到他了 崔文山继续笑着 居然自己伸手 然后他伸出手 一点一点的抬到自己脖子边上 把黑刀给挡了下来 他感觉一切重新回到自己的掌握之中 李高楼不管怎么说 还是太嫩了 终究是个不到二十的少年 更何况何高安有一套特殊的计划 就在这专门等着他呢 没人知道何高安 为什么会知道李高楼会在这出现 就好像崔文山想不到李高楼 真会在这出现一样 然而就在他这句话刚说完 突然间李高楼的黑刀猛然 直接往前一递 速度非常快 这把刀好像是一道黑色闪电 在村文山的眼前划过 然后他右臂就掉在地上了 只是一刀断了崔文山的胳膊 痛苦的崔文山哀嚎一声 倒在血泊之中 满眼的惊骇 对面的李高楼很平静 我想杀了你 没人可以拦得住 告诉我何高安在什么地方 人要是真的钻了牛角尖的话呀 没那么轻易能出来 就好像李高楼确定了崔文山 跟何高安之间有着某种联系之后 他比任何时候都想要见到何高安 无论是这个名字 亦或者因为这个人而发生一系列古怪的事情 都让李高楼有一种压抑的紧迫感 而现在他彻底的爆发了 他想要从崔文山这儿得到何高安的消息 甚至能够最好亲眼见见这家伙 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模样 不过崔文山此刻满脸怨毒的盯着他 你完了 这儿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这句话话音刚落 突然之间就在他脚下 出现了一个黑漆漆的洞口 李高楼都没反应过来 崔文山已经掉进去了 紧接着那地方重新关闭 李高楼眼神一变 始祖全身的力气黑刀狠狠的劈了下去 然而啊 这地方的材质啊 也不知道到底什么做的 他这刀没把那暗门给重新劈开 同时整个房间里警报声四起 走 赶紧走 脑子里边第一反应就是必须马上离开 没任何犹豫 李高楼回头就朝门口冲了过去 然而他根本不知道的是 警报声响起的同时 这个基地已经完全被封闭 而崔文山此时已经来到 另外一个独立的控制室里 启动毁灭者计划 抓捕李高楼 然后在小李同学不知道的一个位置 一扇门被打开了 这扇门啊 足足得一米多厚 打开的同时 响起了铁链子抖动的声响 然后从里边走出了一个 劈头散发的男人 这人的身材啊 非常壮硕 但却只有一条胳膊 而他双眼之中 则是呈现出一种 无意识的混沌状态 不过他口中却是喃喃自语 如果凑近了听的话 就可以清楚的听到 他一直在嘟弄着一个人的名字 李高楼 那间控制室里 崔文山看着画面之中的这个男人 显得有些控制不住的兴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